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不妨说现在美国最新的太空的发现 我们现在看得很远 但我们太阳界里面有没有很精彩的东西 我们可以看一看 林芝大家在3月有没有留意台长工作室那里的短片 我们都有一两段拍天空的东西 台长你自己有看 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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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初的时候有个金星核木星 意思就是在天空上你看到那个金星和木星 就非常的靠近 实际上他们不是很靠近的 但是那个视角上你会看到他们就好像成了 就是在我们的视线上成了直线 又看到他们好像很近那样 然后就是在刚刚这个都是上个星期五左右 有一个叫做月染金星 那就是月亮跟那个金星非常的靠近 你发现两个天文现象都跟金星是有关的 就是这样说 这个3月其实很特别的 原来我们去观察这个和我们地球最近的一个隔离的行星 金星的一个很适当的时机来的 就算是晚上太阳下了 你都见它还在天空上面比较高的方位 就是那里很光很容易看得到 光过其他的星 甚至乎有人说光度可以比月亮更强 他其实在说的 又这么说了 金星虽然就是一个很光很近我们的东西 但是其实我们对它的了解不多 其他的星呢 比如你说木星它够大 上面它的大气外面的东西我们看到 也都可以一路去追踪去看 那就会都知道一些东西 但是对于金星来说的话 它那个龙口又好像没什么看的那个大气 就给不到什么资讯我们 但是里面其实就很有趣 因为我们很清楚 金星就是一个 跟我们地球都相似的一个行星来的 它一样是有地壳 但是它的地壳下面有什么呢 是一个已经凝结了的核心 还是还有好像我们地球那样 外面是一个壳 里面还包了一个很热烂的软心 那这个其实我们一路都不是很清楚的 那不知道的原因呢 其实你可以做一个比较的就是 我们看火星 我们都辛辛苦苦派过几个那些遥控车 丢了去火星那里 中国又有份 欧洲太空总署有份 美国就最早的了 未来甚至是印度都想做 那我们就已经有些遥控车在火星上面周围走的了 甚至乎採集样本 研究上面那个曾经的地质变化 甚至乎去收集它的大气数据 还有它们两极的兵母等等 那我们已经是比较知道多些的 甚至乎它内部究竟是怎么样呢 我们都由量一个火星自己残余的一个地震波 我们就大约知道里面有些什么 但是对于金星来说 这些东西我们完全做不到 完全到那个地步 我没有说完全 99%做不到 做不到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金星本身外面那非常之浓密的大气 令到它上面那个有非常之强烈的温室效应 金星外面就蓋了一个很厚的面胎 那它会在里面焗得越来越热 太阳光就射下去已经是 就是射到金星已经被射到地球上猛的了 因为它是近太阳一些 但是金星也都蓋了一张强一些的被子 所以里面也都焗得热一些 热到多少呢?四百多度 那就是不要说煲水 就是你很多 你如果想一下放一个电子零件下去 你怎样去合理地去用到呢? 就是你想一下我们在用的污手提电话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射多 把那些手提电话不过去冰在冰箱里面 那你会发觉如果冰在下面一格 可能都从开了机会用到的 不过那些很慢了 那些东西就很慢了 你放到上面的那个冰箱里 那里真的真的冰坏了 那些东西都可以 那太冰不行 太热又更加不行 真是你把机放到四百多度 家里如果有焗爐的 降到四百度 不过去焗多一会儿 那里面的东西就坏了 那那个电子气件本身呢 对于这个那么高温度 和同时间金星那里那么大气压 因为它那个大气很厚 那比出来气压很厉害 那么高压高温的情况之下 就是我们试过俄罗斯 美国也试过扔一些东西上去 真是用十几分钟就弄完了 就直接用不了就没有了信号 就是给了那么多钱一个计划 其实就根本上跌下去一阵 跟着就无了 还要趁着它最后还用得到的时候 尽量有些信号 拿到多少就多少 那所以我们拿得比较多 就是那个很浓密大气里面的 成份的信号 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我们上次有提到金星大气研究的时候 我们研究到它里面有一些的化学物 是对应着大便臭味的那种化学物 就是说在金星的大气里 有些屎臭味的东西 那代不代表到那里有些生物 懂得在这里摩市呢 其实更加重要的信息就是说 在金星那里会不会其实有力 一种我们不知道存在生命的形式呢 那我们后来就觉得自己反过多了 因为原来这些 在一个这么没生机的环境里面 产生了这么多有机化学物 这件事其实很常见 不止只是在金星那个大气层面上常见 其实在整个太阳系的星際 我们刚刚两个礼拜前说 日本那个探索龙宫小行星计划里面 上面甚至乎找到维他命B 是不是 就是这些在未有生命之前 其实很多有机化学物 就不只是地球独有了 你说给我听金星有不出奇 火星有不出奇 小行星有不出奇 太阳是自己生成的时候 就不注意会有一些在那里 那问题就是说 多不多呢 会不会曾经出现一个 可以容许生命存在过的条件呢 那其实呢 到今时今日来说 我们对金星的知识都不是多很多 那刚刚这个礼拜 就看到National Geographic 都有一些专题报道 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他就原来追踪到就是说 就是拍到台长现在展示了那张照片 我觉得很壮观的 这张照片当然不是真正正 找到一个正常的手机和你拍的 其实都是用回那些不同光线频谱的信号 重组回那个影像 也都趁着那部东西还没坏 以前趁着把这些光的电磁波信号 给我们重组回来 就勉强看到金星上面有这样的景象 就是台长不知道你看到这个景象 你会觉得像是一种 有什么事发生的呢? 这个应该是火山白发的 不过呢 色彩太过严厉了 是啊 因为它那种不是实色的东西来的 是纯粹可能你 我不知道它本身是用到什么的频道来做拍摄 它那么热的时候 你看到那些红外线都很厉害的 那里就是 我不会预期它是一个雪山流出一些河水出来 因为那里在说四百多度 那更加可能就是你看到有些 那些信号那么强 红外线信号那么强的东西 然后有那么多流体流出来的东西 那你看到是一个液体的形态 好像由山那样流出来 而且山又更加热 是不是? 你看到那些黄一点的光一点的那些位 其实就是那些电磁波信号强一点的那些位 那其实就是有了山热一点 上面有一些热的汁流出来 火山白发了 岩漿 所以其实从这里你就看到 是一个我们叫初步有一个证据知道 火星是有火山 那这个的结果就是发表了在科学期刊那里 其实是被视为一个很重要的发言 那它就在这里说的是一个由NASA的一个太空船 一个项目里面去拍到的 那其实我更加重要的那个资讯就是说 我们知道火星上面 依然还有非常活跃的地壳运动 在它的地壳下面应该有鸭漿 于是上面才有火山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比较 就是由这个火山现象 知道关于火星内部那些重要一点的资讯 那刚才你提到那个默哲伦太空船 嗯嗯嗯 好像都是比较久的项目来的了 90年代的 90至92 但是这个图片大家不要打算是拍出来的 这个是电脑经营出来的 嗯嗯嗯 就是透过那个搜集到的资料 他们经营一个做出一个这样的图像出来 是的 那如果火星那么热呢 其实那个地壳 是金星 是金星 如果金星那么热的时候呢 那个地壳本身是不是 就是不会像我们那样那么坚固 是很流动的 嗯 那你去看它的火山活动有多活跃 它自己本身的大气是400多度 就是说上面 隨便一块石头至少都400多度了 但是一块400多度的石头 都还是固体石头来的 那我们看到 因为我们都预了 金星上面那种这样的岩石那种物质 应该大部分都是和我们地球差不多一样 都是以silicon为主的 都是岩石来的 那所以我们预计是会有一些400多度的固体的东西 去存在 那上面还有一些 远远热过400多度的东西 就是一些岩漿 一路流来流去 那但是问题就是 它的地壳有多厚有多薄呢 那我们还没有够资讯去看 那你怎样才会知道呢 就是你如果可以放一块东西在上面 稳定地存在 说的是要存留着 是以幾个星期的时间 其实有这么说的 我们不是就这样就停在那里 更加重要的资讯就是这个专题报道就是说 其实未来还有一些其他的开发项目呢 是企图去做一些 可以抵御金星这么极端环境的一些的 的探测仪器 就放上去金星那里 那就很有趣 其实听到我们都讲一些 整人造卫星的故事 但是现在不是讲人造卫星 是讲一个可以降落在金星上面 在上面熬得久的太空船 那你可以想象 参考那些登陆火星的 那些遥控车的那些经验 那我们知道用什么来令它登陆等等 那也很差的就是 金星的大气呢 非常多一些腐蝕性酸性的成分 你要顶得住那些 材料要顶得住那种成分 然后呢 还有一样麻烦一点的就是说 你要是捱得住这么高温和这么高压 于是乎呢 整这种金星地面混行的那种这样的探测车 其实更惨的 你要希望它都不要掉下去的熔岩 真的乖乖地掉下去 它会没有什么很活跃的火山活动的地方 就会好一点 然后就在那里要存留得够久 那其中一个呢 最容易出事的位置是什么呢 就是有电池 就是一般我们用的那些锂电池呢 你放到上去 就是百多二百度就弄了 那些东西就用不了了 就会很容易放了电 越热的时候它的电就走得越快 它们会 那于是乎就算它运作到 但是很快就走光了 那接着就走光了电 意思也都甚至意味着 整个东西自己就很容易去 那些能量浪费去兴燃自己那里 就弄坏一些东西了 那所以现在就要找一种呢 其中一个项目就是要研究一些 可以熬得够久的电池 就令到可以在金星表面上面呢 就可以比较合理地 令到那些材料就熬得久一点 那譬如你说如果那些探测的天线 要熬得比较强的高温的环境呢 其实我们有的 我们有一些呢 观察太阳的人造卫星呢 是比较适合去量一些在高温之下去运作的 有些这样的零件的了 但是始终最大的挑战呢 就是来自那个电池那里 观察太阳的那些这样的人造卫星呢 向着太阳 熬得热的那些东西就向着太阳 熬得热的那些东西就遮住它 背着太阳那里 但是呢 金星你就没有了 整个东西四百多度被迫住 那所以就没得避 那所以呢 要研究金星呢 你一圆圆传传 要有些新的电子零件开发呢 才可行 那是不是整个金星都是那么热的呢 应该就是的了 我估计它就算北極都是南極都是那么热的了 会不会有些温差呢 会 但是它都 棉皮都蓋得那么厚了 那么实了 那那里的差异有多大呢 那这个我自己都要去 自己再看一些资料才知道 那是啊 因为金星那个资料其实我们都不是掌握太多 就是以现在那个探测来说 那但是如果金星都那么难搞 那太阳是不是更加难去探测呢 太阳的好在就是你不需要登陆它 你登陆太阳有什么意思的 太阳上面没有地壳的 但是就是说太阳本身的讯号够强 所以呢 你就算不是放人造卫星 你在地球上面观测 其实都看到很多东西的 反而就是一些不发光很暗的东西 才能搞的 那大家都知道 摆得人造卫星的 那我们经常有个印象 有很大的project 但是其实很有趣的 现在我们呢 就是大家就算看到 Elon Marks 就是SpaceX那些任务 你都知道的 玩人造卫星这件事呢 就越来越便宜了 就是大家还记得 我们过两个月前的新闻 就是说中国大陆 扔了很多气球 去周围世界那里拍照 就是因为气球便宜 但是其实呢 我现在告诉你就是 人造卫星都不是你想象中 玩人造卫星都不是你想象中那么贵的 是吗? 其实是不是搞一下 就是全部民营 就是我们自己都可以搞个人造卫星呢? 如果不排除这个发射的问题 就是说 是啊 发射那首先你就是 发射成本低了很多 如果你的东西是小的话 隨便你可能真的一个 不是很大的一个研究小组 可能给得起钱去 去叫SpaceX 帮你射一些东西上去 但是问题就是 那件人造卫星自己的东西 本身都要你自己设计 那譬如我记得 以前去研究一些 那些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任务 美国有一些项目比较出名 就是那些研发人员 要自己设计一个人造卫星 然后就委托这个太空总署 帮它射上太空那里 然后收集几年的数据 但是现在要再玩这些东西 可能成本就会低很多 因为那个SpaceX的发射技术 但是当然也要附加一个条件 就是说 你自己有没有能力 自己弄到一个平靓正 够轻巧的卫星 帮你去做完这些东西呢 那我就想 这个又要给一些难题 大家家长想想 就是大家可能 曾几何时很想 那网子成龙就希望那些小孩做一些很爆的东西 来令到他们报学校报好些 那时候我们给大家一些想法 去参加一下一些STEM的比赛 但是由于现在很难 不是,我们那时候是说什么 这个核子反应堆嘛 是啦,跟着就说 是啦,自己弄这个核聚变的反应堆 不是那个普通那些 是核聚变的反应堆 在自己家里说 是啦,在自己家里弄的 香港好像还没有人自己弄过 那基本上那人说 你弄到的话 基本上你都不担心 美国的大学不收那些这样 要弄得很快 其实 但是可能现在根本上 你就直接带个小孩去美国弄 不用在香港弄了 那还有什么其他可以玩呢 其实没想过 原来可以自己弄人做卫星 其实讲的成本可能不是差得远 那其实刚刚这个礼拜 也有个报导 那看回来就是美国Brown University 那个布朗大学 其实那班都是大学生 顾名思义就是 那他们就想到一个方法 很便宜地弄到一个 用得到的人做卫星 什么为之用得到的意思呢 那就是说 它能够接收一下电磁波讯号 跟地面做通讯 有它的供电系统 而且甚至乎 懂得接收信号 什么时候自我毁灭 那其实就是 一个怎样为之有用的人做卫星 就是它能够达成你的任务就可以了 所以它就简单是这样 那当然有些通讯卫星的功能 又要跟隔壁的卫星去通讯 又要发射你的座標讯号 那那些就是另外一种功能的东西 但是如果纯粹就是 就是当是一个高空的望远镜 帮你拍一下东西 拍一下天空 拍一下地面 拍一下周围 然后将那些讯号射给你 那其实一个基本功能 是人造卫星 现在原来不难做得到的 那这班Brown University的学生 那其实他们做了一件卫星 就是台长应该找到那个图 就是他们那件事 你想象有多大 有多身不大 一个BB也不大 如果用回我们知道的单位 在这里 等于三个liter那么大 就是你去超级市场 有时候你都买到一些 豆奶類的饮品 一盒就一公升 那其实那件事本身 就三公升这么大件 那其实很小的 真的一个BB那么大 那件事本身呢 你就看到它有一个 好像一个帆的部分 帆船那种帆的部分 那它这个呢 原来就是拿来 准备自我毁滅的石油需要 就会用的 然后它上面那个 那么小的 好像三L 那么大容量的那个范围 就是里面 基本上装上它的电子零件了 上面的电子零件有什么呢 有几块线路板 有个摄影的镜头 有个电池 那么那个线路板就控制着信号的收法 还有就发号施令 就是你都预认了它有个小型的Modalboard 上面有个CPU 有它的memory 一部电脑 有个镜头拍 然后就控制到它拍哪里 甚至乎可以按照地面的指令 什么时候去拍 什么时候停 什么时候收法 甚至乎就是说 它用到 譬如是说十几二十年之后 或者短一点的时间 你觉得它不用了 譬如上面的电池差不多完了 你趁着电池没用完的时候 就买它的自我毁滅 于是乎它就可以打开那个帆 打开那个帆之后 就可以令它比较容易抓住 在那个比较低的低轨度下 上面有些比较稀薄的空气的一种状态 就令它好像就比较容易去 跟空气做摩擦 就将它扯慢下来 越慢的时候 它就会越容易跌回到地上 这种这样的微型卫星仔 它预期的运作轨度 是来地面大约500公里左右 就不是很高 所以在那里还有一个比较稀薄的大气 你只要打开了那个帆 之后就算没了电也好 你其实隔得久时间 隔多几年它就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那最后就跟大气磨叉 也都因为它这么小 跌下来的速度这么高 那基本上跌下来 就渣都没得剩 那开发这种技术 就不是纯粹为了威 就是想做一样东西可以很便宜 而是就是说 它们真的在想着未来的世界 就是说 那个卫星技术 可不可以做到干净一些 那些人给了很多钱 做一大块东西上去 最后有一大块垃圾 然后存得越来越多 然后还要怕它什么时候砸下来 不知道砸到谁 那不如我们做一些就是说 都是足够耕用 然后也都是细件 也都熬得久的东西 于是乎也都不会造成 地面很多的危机的那些东西 那可不可行的呢 那结果就由这班这样的布朗大学的大学生 就在用一万美元左右的成本 就已经做到这个东西出来的了 那这个不得不佩服这些美国的学生 他们在这个undergrad的时候 都有这样的想法 你想想他们的教育是多么先进 那些字在这儿结束 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好 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良感祥工作室节目